大家好,我叫做羊羊姐 我今天要講的 屬於是雞皮疙瘩八魔鬼面具 他們剛開始在講 你萬聖姐要穿什麼 看著手中鮮藍色的同行粉 卻發現這是用橡膠做的 邊抱怨邊說 你是不是怕無火的 怕得要人命 然後 加利貝斯說 你覺得我是膽小鬼嗎 大聲一點 再大聲一點 他就說 沒錯 讓加利貝斯生氣 轉過身去胖高爾 對 把一個線紋線 一個線紋線 一桶 一桶 免得 免得 可以用一個 整個塞進嘴巴裡 讓 加利貝斯 擦領 很好 好,到了萬聖節冬天 已經準備好要 到了萬聖節冬天晚上已經 準備好要出去藥藏土的缺子 缺下雨的造具 東角照西角照 中文章也找到文字 最後卻只找到這個面具 只能想在上天 如果遇到了一群小朋友 如預期想的一樣好 要完糖果之後 要完糖果之後 結果發現藥藏土 會發現自己的面具沒有脫下 然後要脫的時候卻怎麼脫也脫下 然後不管用進了什麼方式 最後也是脫下 加利貝斯驚恐的尖叫者說 快點幫我脫下 然後店家說 這個只有一個辦法 你要用愛的象徵才能取下 但是只能取下一次 加利貝斯說 要怎麼取下 快點夾我 店家沒有說話 好 然後加利貝斯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也爭議了很多的痛苦 終於把面具的脫下 放心的安顧著 這個故事告訴我 看那東西不能只是看那個外面 我要信心地對待他 我的故事說完 謝謝大家 不錯 我覺得算是